來關心國內疫情 台電的群聚案是在擴大了 17號確診的懷孕女員工 傳染給自己的小孩 而這名確診男童 就讀的幼兒園是匡列了 師生有13人進行居家隔離 並且關閉清宵三天 整體群聚案是累計有4人確診 不過目前的傳染途徑 和第一例個案的感染源 是都還沒有找到 也讓台電員工害怕到 連家也不趕回 台電大樓爆發員工群聚事件 大樓外緊急成立篩檢站 幫員工進行採檢 但又爆出確診員工 傳染給家人 傳染的正是日前確診的 懷孕員工 由於CT值只有11 病毒量超高 傳染給他未滿5歲的兒子 兒子確診後 就讀的幼兒園 11名幼童及2名老師 共13人居家隔離14天 幼兒園也關閉3天進行清宵 基本的規定 都是有一個確診的時候 重班的要請客 顯然台電群聚案 已經開始向外擴散 還有一名員工 傳出快篩陽性 幸好最後復檢PCR是陰性 虛精異常 由於確診訊息不斷傳出 台電員工十分恐慌 不確定自己是否染疫 擔心到連家都不敢回 台電大樓外就是公車站 人來人往 旁邊則是公館商區 還有捷運站 附近民眾聽到消息 嚇一大跳 台電大樓員工確診連環報 第一例個案是7月23號 確診的21樓公安處員工 接著分別在11號及17號 7樓兩名業務處員工確診 一個月內三人染疫 病毒到底如何傳播 是員工的共用電梯 還是辦公室茶水間 或是員工餐廳等外帶 餐點時產生接觸 傳染途徑仍在清查中 麻煩的是感染源一直找不到 如今有4人確診 是不是還有病毒擴散到社區 是目前專家最擔心的事 若無法止血恐怕台電大樓 將成為下一個疫情破口 借臨晚上與SNG台北採訪報導 結束自己的燈 wonders 谢谢观看